- 暗影師戰第28彈卡包 - 邀請學員的新卡簡評 - 如果妳跟我一樣期待這次的新卡包 - 別忘記點下小鈴鐺 - 以及喜歡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動態囉 - 以及喜歡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動態囉 - 為了幫助妳更加了解新環境 - 請先去觀看《思惑鬥爭退環境說明》 - 可了解各職業間的牌組變動 - 以及上一集看看做壞掉的柔魔女 - 準備來介紹新卡了 - 卡片分類的方式會依照畫面上顯示 - 彼此的強度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 以環境中推測的活用度為主要的依據 - 直接來看第一餐牌吧 - 傳奇教師 露西巫師 類型學員 - 三廢三三的體質必殺 入場曲 - 如果自己主案者的職業為精靈或巫師 - 則會回復自己的PP1點 - 如果為死靈法師或復仇者 - 則會召喚兩個怨靈到戰場上 - 如果為皇家護衛或龍族 - 則會破壞一個敵方從者 - 如果為吸血鬼或主教 - 則會回復自己的阻斷者三點生命值 - 進化石如果對方的阻斷者職業為精靈或巫師 - 則會回復自己的PP2點 - 如果為死靈法師或復仇者的話 - 則會召喚兩個古老的創造物到戰場上 - 如果為皇家或龍族 - 則會破壞一個敵方的護符 - 如果為吸血鬼或主教的話 - 則會給敵方的主戰者4點傷害 - 這張牌真的是一張萬能打公仔 - 你好 我是露西烏斯 - 是個哥布林殺手 - 傭兵 - 吸血鬼獵人 - 聖騎士 - 老師 - 露西烏斯常常在我場面快崩潰的時候 - 倒場 - 回20屑 - 打對面的主戰者20點 - 並沒有 - 一個一個來看的話 - 本身能力來講的話 - 給精靈使用可以做到一個 - 連擊加上必殺的劫場 - 無視的人力感覺沒有什麼太大幫助 - 畢竟無視不需要刷連擊 - 而死靈跟復仇者的話 - 你可以直接刷那個怨靈 - 還可以同時間刷那個協作次數 - 那如果是龍珠皇家的話 - 就感覺比較普通一點 - 就是只是一個破壞嘛 - 所以我覺得皇家可能不太會用到 - 剩下吸血鬼跟主教的話 - 他就是會補血 - 但是呢 - 我認為他這個判定有點神奇啊 - 就是他是要看對方主戰者是什麼職業 - 才會有相對應的能力 - 像是如果對面會比較難惜的話 - 就會給對面傷害嘛 - 如果對面是比較撲場的話 - 你就會交出孤寶創造物 - 可以做到一個劫場 - 所以 - 這樣的話就變相影響到了 - 去選擇他的機會啦 - 欸類很強力的一張牌 - 下一張精靈紅卡 - 幻想史異者 - 飛離類型學員 - 五費三三的體質 - 這些回合中 - 當妖精就用到自己戰場時 - 回復自己的PP1點 - 當自己使用卡片時 - 如果該卡片為本回合中的第三張 - 則會破壞全部的妖精 - 召喚一個妖精的守護神獸到戰場上 - 使其入場取發動一次 - 如果為第六張的話 - 則會破壞全部的自己的妖精卡 - 召喚一隻迷靈的大霄到戰場上 - 使其入場取反能力發動一次 - 如果為第九張 - 則會破壞全部的自己的妖精 - 召喚一個四天一種到戰場上 - 妖精守護聖獸是一張 - 六費四四體質 - 入場取 - 回復自己專者 - 自己手牌其他張數等量生命值的卡片 - 迷靈的大霄是一張 - 四費三四體質 - 前行 - 入場取 - 本回合中如果已經使用的卡片 - 則會使這個蟲子進化 - 那哈 - 進化過後攻擊時可以抽取兩張卡片 - 試天一種是一張 - 本身六攻擊時的卡片 - 這一張的說明真的是太長了 - 先來看一下官方演示的影片吧 - 進化過後加入遊玩遊戲 - 第一遊戲 - 心逢子 - 另外一個人的活故 簡單解釋說的話 就是你的妖精越多就可以越低費 開出超大的場面 但其實這樣對於妖精的消耗量有點多啦 第一次交出的這個守護聖守護的能力 感覺有點普普通通 結果交出大小才會比較賺 畢竟他會抽牌 而且如果就算交出這個一種的話 也只有六攻擊池 我個人是不太看好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九章的發動條件太難 直接揮耀女武神都會比較痛 但是他破壞能力不卡場 但是他做離場任務術 然後破壞自己的妖精這個能力還蠻強的 所以他比起中斷來講的話 他比較像是那種可以鋪墊的牌 可以更快的完成卡斯戴爾的20次離場的條件 畢竟你打任何的妖精都不需要去花費你的PP值 可是不堂類型的牌組 都一直都不是那種主流一線的牌 所以說我認為他是一張 D類 妖精精靈可以選用 下一張 伐木斧的矮人 類型 血緣 6倍666的體質 入場曲隨機破壞一個敵方從者 給予敵方主戰者這個從者所破壞的 從者的兩倍等量的傷害 如果本次戰爭中自己已經離場的 妖精從者數為10個以上的話 這會由原本的1個轉變為3個 入場曲 暴凰強化9 召喚1個 死緣巨獸到戰場上 死緣巨獸被召喚出來的話 因為他本身沒有啟動到這個入場曲的效果嘛 所以說你就只能把他當作是一張9費77的守護 感覺能力有點快樂 你砍一隻如果再帶一進化點再減一隻的話 就等同於說是4傷 如果你有辦法做到離場的時 就是直接一張牌做到8點傷害 砍3隻 能力給的事還不差啦 而且還有一個死緣巨獸可以叫出來 可是這個9費的死緣巨獸 他並沒有擁有那個入場曲的力 我是覺得還蠻尷尬的 席類有強度的飛環境牌 皇家金卡 飛越的雙劍手 類型士兵學員 4費33的體質 吉池 入場曲如果自己戰爭上有其他的學員從者 則會獲得加額血效果 入場曲協作15 獲得一回合中可以進行兩次攻擊效果 使這個從者進化 是心爆女人 皇家到底多少從者有繼承那個心爆的意志啊 不綁定進化點是他的優勢點 而且本身就可以直接雙刀砍起 7費10就可以搭配到武裝強化加到4點攻擊力 那再達到這個進化過後的體質 所以是18點直接砍起 如果你3個1回合有打過那個 宏大的懸岩加1加1的話 就是20點的OTK了 我開始感覺到有點害怕 一不注意啊 你的手機就被他的雙刀給帶走了 真的是非常可怕的女人啊 B隊新爆黃的新玩具 皇家銀卡 勢不可當 三費法術 隨機給予一個敵方的從者4點傷害 召喚兩個中專騎士到戰場上 寫作師 由原本的中專騎士轉變為 召喚劍行騎兵到戰場上 中專騎士是一張就是一般的從者 他就是一個白板然後1 2的體質 那劍行騎兵的話就是3費2 2會擊持的那一張的從者 等於說他在協作師的情況下 就可以直接打到即時4點傷害 這張牌啊 因為他是可以空打的 所以說不定意外的強喔 如果你是缺協作次數 三費又沒有好節奏的話 就可以考慮他 反正空打就可以直接鋪兩隻嘛 那10費協作師啊 還可以當做一個後期的打點 激累有強兔的非環境牌 巫師金卡 瑪莉亞派對 類型瑪莉亞學員 一費法術 隨機將一張瑪莉亞從者開 有自己的牌隊抽取到手牌中 本次段中如果自己已經使用的 瑪莉亞卡張數為10張以上的話 則會給予自己的瑪莉亞從者全體加1加1 與守護效果 一費的瑪莉反數 就是一張神牌了 而且還會幫你抽的從者 簡直無敵了 搭配到雙技魔法啊 還可以做出超扯的全場盾 或者是直接開車增加傷害 B++類 屁眼派 瑪莉亞派對必定犯滿 死靈紅卡 獅樹王 科里內怒斯 類型血緣 七費666體質入場局破壞全部敵方從者 召喚4種本次段中 敵方已被破壞且消費為2以上5以下的從者 同名的從者各一張到自己的戰場上 計畫時增加一張王者施術卡片到手牌中 王者施術是一張零費法術類型血緣 給予自己的死靈從者全體守護效果 死靈術時給予全部自己的非死靈法師從者即時效果 我願稱你最強的NTR之王 七費內劍掃場鋪場就已經夠扯做壞了 那個進化過後還可以全部守護扛起來 死靈術時還可以全部跑起來即時 我到底看了什麼啊 現環境的下水道應該是精靈或者是主教 我應該沒有記錯吧 那我們來簡單看一下演示的影片吧 A加勒 就算你不管什麼體系啊 你直接放一張都會很誇張的一張牌 藉由那種不會丟從者的職業你才比較打不了 死靈金卡 不潔的古靈 類型血緣 四費三四的體質 突進 自己的回合結束時 如果自己在這場對戰中 以發動的葬送次數為5次以上 則會給敵方的主戰者3.3害 入場曲 如果葬送以發動 則會回復自己主戰者2點生命值 回復自己PP1點 這卡面怎麼感覺有點香啊 我想男同學一定把持不住 每天都去廁所報到 能力看似很多 但還是太保守了 最主要的問題是 他是四費的 回一點PP用不太到 因為在前面的二費或三費的時候 你就有可能會把一費的葬送給打掉了 而這一張的四費 又會影響到 拉到那個星孩看守的補牌 我是沒有很看好啦 第一類 葬送時可以考慮選用 吸血鬼金卡 不良少女的校園生活 類型學園 疑費法術 指定一張自己手牌中的學園重則卡 如果復仇狀態已發動的話 則會給予該卡片 不消費EP即可進化效果 如果復仇狀態未發動 則會捨棄該卡片 抽取兩張卡片 給學園類型專用的吸血鬼的抽牌手段 可以算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副作用 反正就是簡單爆率的快速綠牌 所以是B加類 學人類型的吸血鬼必定選滿 緊接著是 主教紅卡 華麗淑女 耶倫比拉 四費三三的體質 守護 自己的回合結束時 回復自己主戰者一點生命值 進化時這場突然中 給予自己主戰者 自己的回合結束時 當自己的主戰者回復生命值時 給予自己的同志的全體加一加一效果 主戰者無法重複疊加此效果 這是一張不卡場的耶拉效果 等等這個名字 嗯...我懂了 雖然說當前回合偏弱 但是不能立即的展開做到一個 加2加2加2加0的補血動作的話 在四費節奏沒有到那麼的強 但是五費開始過後 場面就會非常誇張了 如果抽牌允許的話 超適合放一堆的低費的補血從者 一瞬間就可以做出超大的場面 等等還會有一張牌 可以幫他做到一個更高機率的上手 B加類 耶拉角必定放滿 主教銀卡 恆星少女 奇蘭 類型 血緣 二費一二的體質 守護 入傳取 隨機將一張消費為四的主教從者卡或主教護護卡 由自己的排隊抽取到首牌中 這張卡面有點可愛 太香了吧 穩抽四費 無敵 只要任何需要穩定的檢索四費關鍵卡的牌組 都一定會去選擇他 B類就是我剛剛上述所說的那種 穩定檢索的類型的牌組就會去選擇 主教紅卡 異端的指導者 貝爾 迪利亞 類型 血緣 二費二二的體質 融合 血緣卡 與這張卡進行融合時 回復自己主戰者一點生命值 入傳取如果已經有卡片與這張卡進行融合 則會增加一張久遠的指引卡片到首牌中 入傳取指定一個自己的其他從者 給予該從者突進效果 如果該從者為血緣從者則會使其獲得加一加一效果 進化時回復自己主戰者三點生命值 久遠的指引類型 血緣 零費法術 隨機給予一個敵方的從者一點傷害 此行動將進行四次 放了敲化時 由原本的隨機給予一個敵方的從者一點傷害 轉變為隨機給予敵方的主戰者或敵方的從者五點傷害 看到融合回血就知道這是一張適合剛剛耶拉體系使用的牌了 零費補血真的是超級誇張強的 但是貝勒羅芬已經退了 然後其實像是悠久絕望 破冰的神獸也都已經退了 強度是有所影響的 基本上就是很看接下來的基本牌的補血卡的含量到底給了多少 而他本身自帶一個十費幫我們強化的終端 可是當對面只要場面展開時就會比較難以取勝 所以我體感是覺得信導都比這張的展三還要靠譜 那這張的頭肯就不是他的重點 就當他是一個額外的手頭手段 一家類 耶拉教的核心必定放滿 優雅的修煉 錄 類型 學員 一費01的體質 錄長曲 如果自己戰場上有攻擊力或生命值 因能力而獲得假效果的從者 在開始之前先來看一段VCR 我覺得SB會取得比較氣質 他會叫做什麼 瑪莉亞的禮儀訓練 對啊 感覺是禮儀訓練 對對對 像是之前有那個 端杯子這樣 女僕款待嘛 對不對 優雅的款待 優雅的款待 他有可能是瑪莉亞的訓練 可惡 差那麼一點點就可以猜到了 那他本身這個能力自帶鋪場以及進化 甚至在進化過後還可以結場 在這一次的個人指定 我有稍微玩過耶拉主角 我發現耶拉的鋪場真的是很強 但是反場的能力就相當的弱 太依靠東諾一股賊了 所以進化點一繳完之後 對面腳有大場 就完全拿對方沒折 所以錄的進化過後 光是這個免費進化可以拿到隨機結場這個能力 我就覺得夠格放滿他了 比嘉勒 耶拉叫必定放滿 主角金卡 奧奇朵的四場 類型 學員 一費護符 如果這張卡片在手排中 並且剩餘的PP為3以上的話 則會在使用這張卡片時轉換成 命運角色所指定的卡片 那分別是 斑步地的四場 麻木的四場 以及普拉木的四場 那他本身在一費時的效果是 倒數1 入場取 羨慕取 回復自己主案者一點生命值 斑步地的四場 三費護符 倒數2 入場取 羨慕取 回復自己主案者一點生命值 抽取一張卡片 簡單來說這個能力就是 神奇名洞被砍之前 可以補血加上抽牌的那個能力 雖然補量有比較少 麻木的四場 三費護符 倒數2 入場取 羨慕取 回復自己主案者一點生命值 隨即給予一個敵方的從者3.3害 普拉木的四場 三費護符 倒數2 入場取 羨慕取 回復自己主案者三點生命值 奶二頂住 頂不住了嗎 四隻不同的妹子一起幫你奶 這樣難道還頂不住嗎 不管怎麼說 一張牌可以有三種的命運抉擇的效果 再加上就是本體的一費 可以很好的補到這個節奏 所以他就是一張 逼加類 耶拉乃教必定選滿 好的 那麼本期的內容就到這邊結束了 剩下內容我也等到資料再取全一點 再一併做好介紹囉 因為這樣看卡比較方便 你可以一次搞懂 就是所有職業他有什麼樣的體系 那最後片尾的話 還有一個小小的新資訊的一個片段 此外啊 就是如果還沒有幫我點喜歡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喔 那麼謝謝大家 我是得愛遊戲的魔王城老闆宇峰叔叔 我們下回見囉 下次見 稍唔 複雜 MUZIQ スタート 最高のスページにしよう 片峰連打よ ヤングね やった この調子で 曲の準備が激だかな